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从他个人的行为 比如说摸你 他抓你 或者拿出一些物品要骗你 甚至妇女他可以说 我知道你的名字 你是爸爸的朋友 你爸爸进了医院 用这种技巧来骗小朋友 所以我们必须要跟小朋友说 如果任何人你不认识的跟你说这番话 你先不要紧张 不要害怕 确定这个事情 你才做决定 一般上你会怎样去跟小朋友讲说 应该要小心 当一个人慢慢靠近的是 我们尽量教他就是说尽量保持安全的距离 就是说那个人伸出手是碰不到他的摸不到他的 那么在很安全的情景底下 他必须要关注这个人的行为 他的一举一动 他讲话的内容 如果他觉得他讲话的内容是有一些不良的意图的话 他立刻马上就要做出一些反应 比如说不好意思 我要问我爸爸妈妈先 就立刻走开 如果那个人他讲的或者他动的动作 没有那种伤害他的那种企图的话 他还是不能去接近他 他还是保持安全距离 还是要通过爸爸妈妈的同意 他才可以决定如何做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很难去告诉他们讲说 你看到怎样的就是坏人 你看到怎样的就是好人对吧 所以只可以透过像Alvin你刚刚讲的 就是一些可能动作还是行为要求 一些话语言语来去推测他应该怎么样做 在做安全教育的时候 最有效的方法还是在角色扮演 你如果只是把整个方程是你传达给小朋友 小朋友只是明白 他未必真正的去了解的 所以你必须通过来远念 一直不停地远念 让他明白到这个动作是这样子的 他就必须要小心 把它变成是一种习惯 对 父母亲必须要时常跟小孩子 做这方面的角色扮演 一直远在不同的地点 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人物做演练 这样子才会有效 确实是这样 因为有些时候可能久久才上一次课 可能小朋友的记性也不太好 也没有办法在当下发生状况的时候 马上可以flashback回应 当初老师教的是什么 所以只有靠不停地演念 不停地重复做 让他们可以觉得是一种习惯 已经是很习以为常的事情 这样子他当下才可以在 你知道不慌不乱 然后懂得应该怎么样去回应